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切一些青辣椒 增加一些鲜辣味儿 这个葱我们要切成茄子 放一些鱼肉一起烧 鱼肉烧出来非常的好吃 再来切一些自己泡的泡椒 酸菜 泡姜 泡好水的鸭子捞起来 把它清洗干净 下来我们起锅烧油 用菜籽油炒更香一些 菜籽油要捏薯 油温烧高一点 才能生菜油的味道吃起 先加入鸭子 把它爆香 爆香炒出来才好吃 这样把鸭子的水分一起炒干 炒香 再来把姜蒜放下去一起炒 变香 加一些鲜花椒一起炒 这种菜和大枣炒出来的菜非常的好吃 入味儿 炉板姜下来炒香 炒出红油 再来把我们切好的泡椒 泡姜一起放下去 把它炒出香味 好香了 再加一瓶啤酒 给它取心增鲜 这样非常好吃炒出来 还加入生命的圆泉 盖上盖子 煮它给锅上水 煮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把鱼饵放下去 煮20分钟 鱼饵要煮耙才好吃 再来加一些盐 胡椒粉 调味 鱼饵有点氧化了 发黑了 但是不影响口感 再来把打碎了的冷包锅 再锅边贴一转 包锅膜 让它吃起来安逸得很 我们盖上盖子 让它煮十几分钟 起一些锅巴更好吃 我们的牙子 包骨粑粑都做好了 包锅膜包锅 看起来是 吃饭喽 吃饭喽 菜火烧牙 师妹妹做哪的 菜火烧牙子 师妹妹做哪的 给你舀汤 丸子汤 哎呀 你也打招呼啊 给他打招呼 这是非洲黑鸭 你看 又有的 你大爸爸 宝贝呀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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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灵活要生的那个 不要每一个都给辣 哈哈 还给辣嘛 蠟子 好 哈哈哈哈 谢谢 好香啊 好甜 你给吃点一个 中心 来 来 来 嗯 烧烤了 好吃